經歷這件事情 那我這邊了 大朋友 我們運動之前要先做什麼 暖身 沒錯 先暖身 因為我們在上面要追趕跑跳碰 要跳舞啊什麼的 如果我們沒有暖身 就很容易會扭到脖子 閃到腰 或是翻腳刀之類的 都是很危險的 好那 我們平常暖身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平常訓練 有很多不同的訓練 然後我們也會用 各種的方式暖身 就我們可能會做 派擊的動作啊 然後讓自己的關節暖開來 或是做一些瑜伽 或是舞蹈拉筋 舞術的動作都會 好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 因為我們都會做一些 很過分的動作嘛 過分 這是什麼過分 但是做過分的動作之前呢 我們一定就要先把自己的身體呢 調適到 可以做那個過分動作的狀況 所以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請我們的淳淳老師呢 為大家示範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是 下腰的動作 下腰 還滿滿滿的 哈哈哈哈 你已經暖好了嗎 還沒 還要正要暖 正要暖 下腰是真的很簡單的 但是呢 一定要做一些 就是萬全的準備 首先呢 我們通常會做一些瑜伽的動作 我們會先做這個動作 然後把自己的腰椎和肩膀呢 先暖開來 好這樣子 就有點 然後呢 慢慢把腳放下來之後呢 會做一個這是瑜伽拜日式裡面的一個動作 叫做 蛇式 對 這樣子可以把前面的腹肌 和腰 的肌肉 就稍微拉開來放鬆一下 好 那現在淳淳老師呢 做完了這些暖身動作呢 我們就可以下腰 但大家自己在家裡要小心做喔 他有練過的 來 不要輕易嘗試 小心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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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拍拍手 大家拍拍照 好 好這樣子呢 先做這兩個準備動作就可以下腰了 是不是很簡單 有嗎 有嗎 就算你沒有做到這個動作 好來我教大家怎麼下腰好不好 然後我們123好 來 123 然後 劃 好 好冷喔 好啦 欸 許老師起來 他已經下腰了 你還做 然後我們這樣子呢 就下到腰了對不對 可以 腰有被嚇到嗎 可以 好 大家回去呢 可以慢慢做一些下腰的動作喔 那我們一起下一次腰好 我們要下一個隔壁的腰 下一個隔壁的腰 硬要完喔 好 好啦 你饒惹他們吧 要饒惹他們 對啊 好吧 大家自己回去慢慢下喔 好 對這就是我們平常演員做暖身的動作 好這就是暖身的部分